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心事物虚心害秉申 这一个提问者 他就说他的八字里面有事害冲 这样子是不是很惨 他在思考他未来的路 希望大家可以指点他 很多人都有这一种迷思 总认为八字里面出现的冲 总是厄远连连 其实在五行派里面 他并没有冲这个概念 我一直在强调 五行派里面没有冲这个概念 五行派一切都是看 五行流通以后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天干 丙火生雾土生新金 他的地支 四火生叙土生生金生太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 他的一个天干地支 其实都是一种流通的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的官运不错 他地支官运也不错 他的一个食伤运 他的财运是比较弱的 他就只有一个食伤而已 并没有所谓的财 所以他的财运上就不是他的强项 可是他的官运却很不错 这个就是他本质上的一个特质 这是本质上 但是不要老是在本命上打转 因为大运一进来 他整个排列组合他就不一样 当一旦排列组合不一样的时候 各位 各位 这时候他就会出现 一种五行增减的一种情况 这时候八字里面 五行派常讲的两句话 就会拿出来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那日主受克相反论 所以当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看 他的一个八字里面 假如他的 他的官 他的官 他这个是否要让他受伤 原本 火生土 土生金 金来生水 那我只要把土干掉 他变金生水来克火 所以他反而从官运好 变成官运不好 这一种就是一种五行 透过大运进来以后 他所产生的一种变化 所以各位 这个本命 他只是一个参考词而已 他不代表你的命会怎么样 他是一个参考词 因为我们人是活在现在 那活在现在是什么 现在的大运 现在的流年 而不是本命 本命只有在出生的那一块 他是你从来没有感受到 因为当 医生你出生的时候 帮你打屁股 让你开始哇哇大叫 你的人生开始在走的时候 很抱歉 流年就进来了 也就是说你的大运 还没上运的时候 流年就进来 流年进来的以后 是不是 你的一个基因就不会再是这个状况 不会 这出生的第一年是这样 你看 第二年以后流年进来了 就不再是原来的这样子 所以 他顶多是一个参考词而已 他顶多是一个参考词而已 真正的一个状况 还是一样 透过这些大运 透过这些流年 开始在变化 所以导致出了五行排列上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 各位 在学八字的时候 像这一个 他就是以本命在那边想说他未来会怎么样 其实 你还要看一下他的大运是什么 假设他的官运整个都落掉了 对 而且是以食伤为主要的依据的时候 这时候他假如去到一般的工作职场 他很容易就马上换工作 因为他的官 不好 他反而这一种就是仲态的工作 去做一些技术型的工作 卖脑力的工作 或者是业务经商这一块 所以 你看 原本是一个 连续相争的 可能 因为一个字的不见 造成 他变成是一个 官受伤 所以你说 人的一个变化 难道会是在本命上吗 当然不会 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你看他从一个官的一个人 变成是一个食伤客官的一个人 他的这个排列组织完全不一样 他整个人的运程就会导致不一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五行派里面就非常重视这一种的变化的情况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跟你的本命一样 那也很少 很少会跟本命一样 因为毕竟只要有一个大运出现的时候 多了一柱下来的时候 整个排列就不一定是怎么样的情况 就不一定是怎样 所以你的命不会在八字里面 你的出生的本命 他不会是决定你的真正状况 而是要看大运 然后流年 这一些整个排列起来 他的一个五行流通后的情况 那才是现在你真正的情况 因为你是这个是你 大运是现在的运程 还有现在的流年 这个代表的是现在的你 所以你不可能永远活在这一个本命里面 各位 所以你探讨本命的时候 其实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 有冲又如何 五行派不给你看冲 因为为了要预防一件事 所有的不顺 全部都往冲身上丢 你家隔壁小 小狗不会生 因为你八字有冲 你家隔壁夫妻争吵 因为你八字有冲 什么 鸡毛蒜皮士都丢到冲里面 冲变成带追羔羊 但五行派 不会这样做 一切都是以五行流通来判断 所以不会有冲这一种东西出现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